一位百岁人瑞许阿嬷从95岁那年开始就有三叉玄金痛的困扰 日前接受了加码刀治疗后得到了康复 医疗团队和亲友为她欢喜100岁生日 为许阿嬷治疗的医师表示 加码刀是一种放射手术 是目前比较安全又有效的处理方法之一 阿嬷恢复了生活品质 开心地感谢医师 百岁人瑞许阿嬷在家人的搀扶下 手却紧紧地握住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 加码刀中心黄泉福主任的手 满是感谢医疗团队 让她摆脱困扰十年的三叉神经痛 现在可以开心过日子 没摸 还不疼 没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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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都好了吗 现在呢 现在不疼 现在不疼 现在吃东西呢 吃东西也不疼 都不疼 三叉神经痛一般多发生在五十岁之后 常在脸颊及下额出现 发作时吃东西会特别痛 所以民众很容易把三叉神经痛和牙痛搞混 能够分辨清楚才能避免耽误病情 突然被变刺激到的那种感觉 那几秒钟几分钟就好了 它在不发作的时候你完全看不出来 加码刀和传统手术的不同 在于患者不用切开颅骨 而是利用201根加码射线集中照射 达到治疗脑瘤不伤害脑组织的目的 因为它不必全身麻醉 也没有我要传统的手术要开进去的一些 血管神经去伤到的这种危险 所以这个是它最大的优点 医师表示 如果是年纪比较大 身体差 肿瘤小于3.5公分 并变位置在重要功能区位的患者 医师通常会建议采用加码刀手术 降低风险 新常野台电视 秋天喜照阳 台湾台中采访报导 内阔 华实壳 台湾台中采访 recite rites